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南瓜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南瓜去皮 然后去籽 再切成薄片 去皮的南瓜大概260克左右 然后装入盘中 放入锅中 大火蒸15分钟 再把蒸熟的南瓜取出来 倒入大碗里 再用擀面杖压成南瓜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着温热 打入一颗鸡蛋 适量的白糖 一点点盐 4颗酵母粉 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溶解 再加入400克普通面粉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 再加30克食用油 把它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稍微偏软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盖上 发酵至两倍大 我们的面已经发好了 体积变大 里面是蜂窝状 按板上 撒点干面粉 把发好的面 好好揉一揉 大概需要揉5分钟左右 再把它搓成长条 然后分割成12个小面团 再把每个小面团揉一揉 整理成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轻轻拍扁 拍成饼鑽 全部都做好 再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大概需要30分钟 这样就醒好了 变得胖乎乎的 拿起来轻飘飘的 然后把岗面蘸取出来 放清水里蘸一下 然后在面团中间点一下 再沾点白芝麻 在面团中间再点一下 沾上白芝麻 热锅不用放油 放入饼坯 选择馅饼模式 盖上焖3分钟 3分钟之后 再给它放个秒 然后再盖上 再焖3分钟 哇好香啊 已经闻到南瓜的香味了 煎至两面金黄 用铲子按压不塌陷 就已经熟了 好吃又好看的南瓜饼 就做好了 再把它取出来 这个饼外皮有一点焦香 里面非常的松软 我们掰开一个看看 这里面像面包一样 非常的松软 还有一点温热的时候 就把它装入保鲜袋里 可以保存3天 凉了也不会硬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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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支持